请问下周呢 我为什么要问下周 在跌归跌 毕竟也把这个往下的 跳空缺口回不掉了嘛 有所期待吗 下周我有期待的话 请问重点会不会放在这个市场 在集中接受了小红 但贵买市场 今天呢 竟然涨幅1.02% 中小型股的贵买市场 为什么又热了起来 专家会解读 我刚有说 投信站在卖方 但提醒您 这一商今天买好大 而外资呢 今天继续在买 外资今天买超 17亿元 往前散不简单 卖了10天了 10天的买超总金额 是653亿元以上 但是提醒您 下周外资可能会转卖吗 涨幅跌少 今天呢 可以发现到 亚洲股市 红的是比较多 而且呢 那这个礼拜 红的 我光念他这个市场 好多遍了 涨幅第一名 几乎这个礼拜 都是他 Japan 日本 开高走稳在盘上 涨幅0.52% 日本呢 有一家晶片大厂 叫Disco Disco呢 调高了全年的 获利预估值 您知道 Disco的股价 就在今天哦 领军往上 标涨了11.35% 所以这本股市呢 来到了七年来的高点的位置 全部都今天 这来自于晶片股 领军带动之下 最近呢 发现到 美欧 亚股 出现反弹力道 台股也不错 我们要说的是 一个月啦 一千万半年年限 四条重要平均成本线哦 全部反弹 站回去 踩在脚底下 No.1 最强的 日 路 煤 煤股四大市场都一样哦 最近呢 最强的都是这几个重要的市场 台北股市呢 第二强 因为呢 我们站回了一个月平均成本线跟年线 跟我们一样的位阶的是在港股 最弱的反弹 依旧呢 只有下档的月线有所支撑 最弱的是韩国股市跟欧洲股市 为什么欧股那么弱 昨天晚上 9点10点11点 如果您没睡觉的话 努力看百分百的话 您一定会被这个图给吓到了 因为昨天的欧洲央行开会 不料 欧阳开会哦 晚上台湾时间的晚上9点半 看到了欧元90度的 往下重扁几扁 扁到了一欧元兑换 1.2427美元 这是来到了两年多来的 欧元的新低记录 相反的 欧洲股市 我们就拿德国股市最具指标的 同一个时间哦 90度的往上做强啦 所以昨天的欧国全面都收红 我们要问的是哦 到底欧洲央行的结论是什么 会让股汇出现了两极化的变化 当然昨天呢 除了欧洲股市 美国股市就完全不一样了 精彩的不得了 热闹啊 热闹的是建成 创新高 欧元重变 到底昨天发生什么事了 其实应该说欧洲股市 一开盘的时候 还在观望 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波动 但是刚刚瑞涵提到 9点半以后 变化很大 因为一开始呢 欧洲央行开会 它是维持0.05%的利率不变 这是史上最低的哦 靠近零的哦 因为之前德拉基 你讲过 我不会再降息了 所以我原本就预计 不会再降了嘛 他自己讲的 但是呢 他会后讲的话 就是让欧元大幅度波动 德国股市极拉的 很重要关键 因为呢 他本来就计划说 欧洲央行本来就计划 开始要买担保债券 就是ABS的部分 那持续大概持有两年左右 那也讲说 不排除让各国的央行 都可以加入来买ABS的计划 那最重要的是 各国央行去买他们的 就是资产担保债券 就是扩大买ABS的一个 这个金额规模 但是他暗示一个东西 就是说 这最重要的 会大幅波动是说 我不排除学美国 这个扩大资产的收购 就是买公站 就是美国版的 欧洲版的QE啦 就是这样 才造成说欧元极扁 那德国股市极拉 因为要救通缩 那上个月的 我记得欧元区的CPI年增率 还是只有0.4% 通缩很严重 距离2%的目标还差很远 所以他只好用这一招 开始来救市 那也因为这样 这个大家说 你开始印钞票了 那欧元继续弱 日元本身也之前印钞票也很弱 那钱就跑去哪里 跑去美国 难怪美元指数创新高 再创新高超过4年多 对 所以美元昨天来到了88以上 这个我觉得给大家一个关键的数据 关键的密码 你最近要特别留意 89.6 已经88.24 89.6 为什么这样讲 是金融海啸以来 美元指数的最高 就是金融海啸之后呢 这个高点是89.6 如果突破的话 是不是美元会继续很强劲的走 那会引发资金的移动 我想89.6请大家记得 或者你抓个整数90好了 这个可能突破的话 压力就会比较大一点点 他国的压力大 对 他国的压力大 钱会跑到美国去啊 因为全部国际热钱 都被美国给吸走了嘛 是到美元那么强 对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当然美国股市创高的理由 刚才第一个就是美元太强 钱跑去美元 我买美股了嘛 所以呢 美股一开盘以后很整齐呢 刚才论坛提到很整齐 是因为你欧洲央行 做了这种动作嘛 我美股比较晚开盘嘛 就跟着涨上去了 这是很主要一个原因 还有他的经济数据也都不错啊 上个礼拜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 减了1万人 27.8万人 那前几天公布了 失业人企业的 10月份的新增就业人数 23万人 也比预期好 那今天晚上 夜线新闻要看啊 这个失业率 10月份的失业率要公布了嘛 另外一个 一说法是说 跟政治有关系啦 共和党不是胜选吗 所以你要说 对税改啦 贸易啦 对金融业啦 会有比较有利啦 让美股最近比较强 所以呢 美国股市跟欧洲股市 昨天各有理由 往上来做拉升 但是 我有一个很大的隐忧 我很担心 美国好不容易 我这个大怪兽 已经不再印钞票了 你现在两个 另外两个央行 一个日本央行 一个欧洲央行 你继续给我印钞票 这就是我们一再提醒您的 超级诡异 美国都决定不再印钞票了 竟然日本跟欧洲 再次扩大狂印钞票 而且呢 建成啊 日本跟欧洲 大印钞票 在扩大印钞票的规模 理由就是一样的 担心通缩经济 所以这两个央行都在救市 那日本呢 就是扩大 这个购债的规模 各方面 包括甚至买股票都来了 那日元的狂扁呢 上个礼拜我们在百分百 跟大家提到过 日本企业已经倒闭很多了 没错 因为你进口的成本 各方面成本压力很大 购买力变差了嘛 两个月倒了一百多家 对 所以呢 倒闭的这个情况 就是因为日元贬值了 那你进口成本高啦 OK 那我很多物价越来越高 包括买油 那我的物价拉高之后呢 我日元购买力又变低了 那通膨会不会越来越严重 会啊 那企业倒闭 失业率又越来越严重 通膨往上拉伸 没办法旧的出来 变成未来会变恶性通膨 而且很重要的是 你日元狂扁 金融账往外流 就是一般的投资活动 金融账往外流 那你企业的获利也不好 你的金厂账也往外流 贸易也不好 往外流 财政就更恶化 这日本的经济 整体的经济就会有问题 那欧洲方面也一样 你要就通缩 你现在印那么多的钞票 不见得再实时的建设 其实过去就是这样 跑去热钱去炒股 欧洲的钱也是净流出 对 净流出 所以它并没有在实时建设方面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欧元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 这也是柏南克讲的 你各个国家的财政是独立的 很难整合的 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弄不好 欧债的问题会再度引爆 如果现在已经确定 是欧洲跟日本狂印钞票 因为钞票简单 怎么收回来是很难的 而且钞票有加成的效果 一块变三块 三块变四块 因为会再投资 所以请问一下 是不是全球金融大海啸的 引爆点 未必就在欧洲跟日本 种下种子了呢 应该说 始作用者应该是美国吧 它只是说很快收掉了 它现在收了 对 收了 它明年如果说 大家预估是下半年开始升息 那后年升得更多的时候 那其他印钞票 这资金的移动会造成说 欧洲欧元区的经济拉不起来 日本的经济也拉不起来的时候 这问题就很大了 所以我觉得说 明年的下半年到后年 可能就是一个关键期 如果欧日经济出问题 很严重的话 到recession衰退 亚洲国家跟台湾 应该也会受到波及 出口一定都受到影响 所以我觉得说 这是联动性的 台湾一定也会 受到蛮严重的冲击 对啊 这样你了解它的严重性 刚刚看到的美元强升 美元指数超过四年来的高 已经来到88块 建议建议大家 90块钱记在您的心中 所以全世界的钱都去追美元了 您知道新台币 赶快插播一下 重扁 台币今天重扁 1.11脚这么多 是近期罕见的 来到了30块7 正式扁破 30.716做收 台币加今天已经是连7扁 日本决定扩大印钞票之后 80兆日元 大约22兆新台币之后 我们没有一天是收声的 每天都在走扁 真的如果像介绍说的 其实金融大海啸的影子 种子已经有点浮现出来了 希望您听得懂 也看得到 那怎么办呢 黄金矛盾已经出来了 黄金是大家很害怕 很恐慌 去买来做避险的 最近大家不知道有危险了吗 黄金最近贫破底 每样子来到1131块的黄金 四年来的最低 黄金这么一跌 我带我先问了 因为各国央行 它的外汇存底都会有黄金的部位 照理来说 各国央行应该是料金亏损的 我们的央行竟然持有黄金部位 是赚钱的 为什么 超厉害 真的是超厉害 我来讲一下 为什么说我们的央行 手中握有这个黄金 到目前为止是赚钱 它是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它采取我们常常讲的叫 buy and hold 买进之后呢 然后长期持有 问题是它什么时候买进它的重点 而且它买进的价位非常非常低 那根据我们的一个统计资料显示 它大概是在1981年到1989年 这个时间很久 久到我的那个这个所谓的资料库 都看不到它这个资料 而且它那个时候建制的一个部位 是它目前所有部位当中 占近90%以上 那么根据统计 央行持有这些黄金的一个平均成本 是每银两大概363美金 但是为什么在上次我们看到 这黄金充到2000块钱的时候 央行没有顺势做调节呢 我们刚刚提到央行其实这边来讲 是在去进行这个buy and hold 就是买进然后做持有动作 为什么要去持有 就是因为我们可能要因应未来可能要多发 多印新台币来做一个准备 对那相反的我们这个这个很大竞争对手 就是南韩 南韩在这个波段的黄金下跌 哇这个亏惨 它之前的黄金这个准备其实并没有很多 它是在上一个波动当中 这个也是这个黄金价格往上冲到2000块米上 那个波动当中 它大概是在2011年7月份的时候 去开始建立它的一个加码黄金的部位 对 而我也看了一下 当时这个2011年的7月份的黄金的价格 大概是在1500块钱美金左右 我们的成本在300块美元 它的成本在1500块美元 当然我们会赚钱 你觉得那个97年 97年韩国破产的时候 就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最后倒的是韩国嘛 韩国倒的时候 它民众非常爱国 不是把市场的黄金都拿出来 没错 交给政府嘛 对不对 如果政府那时候要钱 就刚好用建价把它卖掉了 这十几年韩国最好嘛 韩国能为什么台湾世界不能 韩国第一 对不对 我们看到那些韩国 韩国风横扫世界 那时候它有钱了 当然要买回来啊 对不对 赶快买回来 就买到这个 所以黄金操作不是错了吗 对 所以就想到股市也是一样 韩国央行追高了 金价在1500块高点 其实当时嘛 1500块钱的一个 这个位置点 其实是在半三腰啦 它可能当时研判也没有错误啦 那只是不过它在拉高到2000块钱的时候 在反转的时候 它并没有做一个 卖出的一个动作 没卖就对了 没有卖 所以其实现在看起来是一个 是曾经一个套牢的情况 那为什么最近黄金在跌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专家都看虽黄金 都认为说黄金有可能会 这个所谓跌到1000块钱以下 我看到国际报告有的分析师还说 会崩跌到980块美元 对 那其实这个时候就让我想到说 先前不是很多人在讲说 这个黄金的开采成本是在1200吗 1100吗 怎么这么容易就跌破了呢 所以市场上面的一个供给跟需求 还是决定这个商品价格的最主要原因 那但是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新闻 非常非常的有趣 就是在瑞士 我们做大家非常爱趣的一个瑞士 那瑞士央行 因为说瑞士其实人民党 它打算就是说要举行一个公投 在这个30号的时候要举行一个公投 公投什么呢 就公投希望能够把这个瑞士的一个 黄金的一个储备量往上做拉高 那从黄金目前的投资比重拉高 从8%拉高到20%以上 这也真的很罕见 一个国家的央行 应该说一个国家决定用全民的 公投的方式 决定说你央行赶快再买多一点点的黄金 这是怎么解释 他们这么爱国还是怎么样 这个社会主义的想法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大家共同决定 然后后果大家一起承担 那但是有专家就表示说 那如果说真的公投过的话会怎么样 它可能会增加 目前市场上将近要有 这个1500公顿的这个黄金的储备 也就是市场上面本来是需求非常非常的一个疲弱的 那因为这个公投如果通过的话 那么这个黄金的买盘就源源不绝的进入 可能未来每一年到2019年之前 它每一年都要买进300公顿的黄金 讲到关键了 维泰还没说完 如果说瑞士公投通过的话 那我知道了 金价只跌点就到了 它要往上冲了吗 是这样吗 公投会过吗 回来之后金价的后事给维泰说明白 如果全球有风暴的话 金价会不会涨起来 果然如我们所料的 今天MCI对于台股是联武将 联武将之后的台北股市下个礼拜的行情 志诚说MCI选歌聊大盘